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收到一个菲利普的LED灯 网友已经把这个电容给换了 我们看它焊的焊点还是很不错的 焊之前是灯闪烁 焊完了以后发现灯已经不亮了 这个电容都换了 但是这个电容我们看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它没有更换 很有可能是这个电容引起的 当然还有其他故障 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电路组成 电源输入 保险 插膜抗干扰电容 共膜抗干扰电感 整流桥 整流的滤波电容 共膜抗干扰电感 再次滤波的滤波电容 PFC电感 PFC功率管 这个是PFC下边的电流取样电阻 PFC滤波电容 开关电源的功率管 开关密压器 这个是开关电源的电流取样电阻 输出整流的消特级二级管 输出滤波电容 TL431光耳 这个是7805 7805的滤波电容 这边有一个单片机 1501低压电源 通过和这个电感配合 输出一个12伏 再通过7805 降压以后输出5伏 这一段就是接LED灯的插座 这个芯片是FN6921 是带PFC的开关电源芯片 这个是单片机 这两个是横流源芯片 是给LED灯 DC转DC再次供电的 好 下面我们插上电 看看它现在什么状况 电源焊上了 我们插电 首先我们测量一下 PFC输出是否正常 这是PFC滤波电容两端 我们插电 我们看电压偏低 PFC电路没有工作 我们看后边输出是否正常 这个就是输出滤波电容两端 有28伏 证明现在输出电压基本正常 PFC没有工作 下面我们接上假负载 看看后边是否能够点亮 好 在输出端接了假负载 我们看一下 现在故障是一闪一闪的 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输出滤波电容坏了 我们给它换掉 就是这个滤波电容 我们给它焊下来 换掉 好 我们测量一下 它是35伏耐压 一切违法的 它的容量是变化的 0.891 好法 有可能是漏电 我们再把它翻过来测量一下 0.982 容量是变化的 证明有问题 我们给它换新 这个同样是1000为法 35伏耐压的 我们先量一下 0.910 也是变化的 总之它是新的 我们给它换上 换完了 我们插电测量一下 已经正常了 我们看一下 PFC输出 是多少输 368 正常了 我们再看 这个位置 输出是多少输 27 28 变化 我们可以用 低一点的档位 我们看一下输出端的 也就是接 LED灯的引脚 25.6 Z端 25.6 现在已经正常了 在维修的时候 先仔细观察 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